继续放慢,本来是独立靠位报,摩取扑拔意义 经警方征收多时,并掌握相关事证后 专业小组于9月中旬,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 合花支搜索票,趁换贤熟税之际 执行徒席搜索,当场来捕36岁阳贤 并查控二级读品汉汉汉汉密,119公克 三级读品花包,1055包,及以利免5400余颗等相关证物 讯后,全案江阳贤,依违反读品违爱皇室条例罪嫌 移送高雄地检署侦犯,并经法院裁定收要禁件 警方于现场执行搜索时,除查控大量读品外 还发现本冠写手写制度笔记本 其中对于毒品的种类、数量、步骤及添加后的化学反应 均详细记载 内容重点整理,犹如教科书班 此次查过毒品花卫包可多 外包装均上位加硬漏口 所幸被警方及时查过,避免流入试念 警方在此呼吁并提醒民众 读花卫包金与酒精难用之下 促使风险极高,为杜绝毒品危害 本群将持续打击信息毒品犯罪 秉持强力气毒的决心 持续好根受缘,维护古土的优质治安环境 进化社会治安